速食中的补血之王是他!效果竟大胜恶交一千倍! 女性哀口 女性要经历经孕产乳,来月经,怀孕,生孩子,哺乳 气血流失常年存在,是非常容易贫血的人群 贫血会使人因为宫穴不足而出现头晕、面白、冒冷汗等等现象 还会导致月经不掉、不孕、脸上长斑、脱发、乳、防、萎缩变小等情形 男性哀口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男性为了事业,经常加班熬夜 动脑筋思虑过度,应酬吃一些难消化的食物 因为条件限制又缺乏运动,日常餐经常以快餐果腹 还有空气污染和环境污染 这些外部环境和生活习惯都会导致男性气血流失 气血不足容易导致男性健忘 记忆力减退、精力不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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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事、疲于应对、脱发、不遇、肥胖、三高、工作效率降低、影响收入及生活质量 那么,男人和女人吃什么可以补血呢? 补血不必饿浇汤,素食功效非常棒 谁说补血呢? 谁说补血一定要靠恶脚? 许多人都有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只吃菜不吃肉才会贫血 许多人都有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只吃菜不吃肉才会贫血 其实,不少植物性食物,不但含有铁质、比特、胡萝卜素和其他养分 而且,多半易于消化,很适合作为补血的食材窝 素食朋友只要加以适当搭配,其实不用太担心贫血的问题 以下将介绍几种常见的补血食物IQ 一,南瓜,补血之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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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陈修元赞誉为补血之妙品的南瓜 富含植物性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必须氨基酸、钙、铁、铁、骨、磷等等 其中,骨氏构构成维生素B12的的重要成分之一,可以帮助血液中的红血球正常运作 铁则会直接影响成熟红血球的功能 铁质则是制造血红蛋白的基本微量元素食之 全都是补血的优良品 南瓜是用于任何人,超菜吃,炖汤吃皆可 2,葡萄,历代中医推荐补血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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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葡萄和铁,以及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 是老年、妇女、体弱贫瘪者和过度疲劳者的滋补佳品 怀孕的妇女也建议可以多多食用,不但对胎儿营养有益 也能使孕妇面色红润,血脉畅铜窝 如果有时买不到葡萄,吃葡萄前也行优 3,葡萄,补血果 冬季水果中,相当受到人们喜爱的甘蔗还有多量的微量元素 包括铁、铅、钙、钓、磷、蒙等等,其中仪铁的含量最高 每公斤可以高达9毫克,畏惧水果之关,因而有了补血果之称 不过,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甘蔗性寒,脾胃虚寒者应少食用 4,龙眼肉,民间熟知的补血皇后 4,龙眼肉,即桂圆肉,每到夏季就有新鲜的龙眼上市 5,龙眼肉,即桂圆肉,每到夏季就有新鲜的龙眼上市 5,龙眼汤,龙眼酒等食物,相当推荐孕妇和产妇食用,是颇佳的补血料理呦 每天吃上三五颗龙眼肉,坚持下去,补血效果非常好 5.红枣,补血养颜之王 红枣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果糖和各种氨基酸 中医认为红枣性暖,养血保血,可改善血液循环 而药理研究则发现,红枣所含的某些成分可以增加血液中红血球的含量 增强骨髓造像功能,使脸色红润 和桂圆搭配,不但补血养气,还可以养颜美容 爱面子的美眉们不妨可以试试 6.胡萝卜,补血小人参 俗称红萝卜,日本人称胡萝卜做人参 胡萝卜含有丰富的Bita胡萝卜素,这种营养素对补血有极佳的益处 平常可以多利用胡萝卜煮汤,让您的餐后汤饮变成过平时就可喝的补血汤品哟 注意,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不可以每天大量的吃,否则会导致女性不孕 缺铁性贫穴是我们一般最常见的贫穴 除了靠石骨或铁剂补充铁质之外,造成缺铁性补血的背后原因也应该注意 想试月经过多,消化性溃疡,吸收不良,怀孕,长期涓血者 等等,针对不同的因素选择适合的方式改善贫穴状况,也是很重要的 哦 喜欢这篇文章吗?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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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